台北地检署在侦办金华城容积率案指挥廉政史 首次以证人的身份传唤了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要来厘清2020年她参加市议员应小温 为金华城容积率成情的三场便当会 简连在征讯6个小时之后 傍晚将黄珊珊请回 黄珊珊在离开的时候笑着说谢谢 随后在脸书发文她写下 今天应简连要求我以证人身份配合简连配合 所以对于简连所询内容为配合侦查不公开原则 恕我无法转述 我希望简调能够尽速查明真相 好厘清案情的事实 台北市议员简书培7号在脸书公开了一份北简的公函 简书培说她这份公函是向台北市政府拿的 而在公函里面就有柯文哲里面的裁定书 上面写着审信金给柯文哲1500万元当作贿赂 不过民众党非常的不满 认为这是简方的看法又不是法官的判决 同时也质疑简议员她违反了侦查不公开 批评简书培是刻意在误导 双方为此隔空交战 跟媒体一头打招呼 立委黄珊珊以真人身份走进廉真署 金华城案或政治先进案准备进入 最后起诉了吗 议员财定的理由付款绝对柯文哲实力吗 没有多谈案毕竟这天包含柯文哲 应小微李文宗都分别被简联提训 而对整起事件来说更受瞩目的 是简书培自称拿到法院财定书 我完全是依照财定书上面所记载的东西 经查柯文哲就是收了审刑金一千五百万 直指柯文哲收钱就是因为 简书培向市府所资 里面有北简公函 其中有一段提到 审刑金在柯文哲完成上述违背职务行为 就是把容积率提高后 交付一千五百万元给柯文哲 作为部分贿赂 明明就是检方要申请假扣押的理由 他把它说成是法官的判决 这个不是法盲是什么 地检署是转地院的裁定书 给松山地震事务所 所以昨天的那份裁定书 当然是地院的裁定书啊 不要整党为了挺贪污 连国字都不会看 他滥用自己的权责 然后呢去索资 而且还非法的公开 我的资料 就是蒋万安市政府 如果不开心 去告蒋万安 我想一开始就不应该给 也不应该公开 即便喊不该公开 检书赔也把公函撤掉 但科案全国关注 这些早已被备份 网路热议 他故意在误导 就说你看法官就认为他怎么 用这个来指证 柯文哲有罪 这怎么会是柯文哲有罪 柯文哲还没被起诉 柯文哲被起诉 要法官来判 把那所谓的侦查不公开 配合检察官 还有配合他们的侧义 这个其实就 看到了非常清楚 侦查不公开 又再次成为无误 记者郭县阳张良浩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